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芝 今天我来自作一坛杨梅酒 这个是我那天在我外回家买的13斤杨梅 吃了不少了 还剩这么一点 这个已经用开水消过毒了 已经晾干了 这个大一点的杨梅 是我今天在我爸家那边摘的 这个开水已经烧好了 我现在来把它烧一下毒 你这有几斤 没撑 不知道有几斤 就温水只能用温水 不能用开水 现在把它泡一下泡个十分钟左右 把那个虫给泡出来 然后咱们就可以捞起来 差不多就可以制作那个杨梅酒了 我们现在开始来 制作杨梅酒了 这个桶里面的这个杨梅太多了 这个篮子放不完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篮子里面的杨梅 放到这个坛里面 开始弄 弄完这里 然后再来弄这个桶里面的杨梅 看 这是这一袋看到了吗 我为了泡杨梅酒 我买了一大袋冰糖 足足有20斤啊 我跟我婆婆现在一起来弄 就是一人弄一样 我婆婆弄杨梅 我弄冰糖 好 好 你刚放了我就放了 你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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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掉了 把你放了放两盆 两盆一盆 两盆一盆 哇 按摩好多 可以用挂起 哦 哪里用得到骨头刀吗 慢慢用的 哪里用得到骨头刀 哪里用得到骨头刀 刚刚这个篮子里面的杨梅 已经放进去了 现在把骨头里面的杨梅 捞出来晾一下 然后也可以放盘子里面了 看我们这个杨梅刚刚捞出来 沥干了水 沥了有半个小时了 现在差不多可以放了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 温开水泡的 所以稍微沥一下水就行了 刚刚在那里可以放 我们当初是想用那个 玻璃毯来制作杨梅酒的 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一层冰糖一层杨梅 但是为了口感好 我们还是决定用这种 这种盘子 酿酒的盘子 羊老子带你 饱了 今天摘的杨梅 没有之前买的那个杨梅甜 这个杨梅虽然说颗粒大 但是它比较酸 所以要多放一点糖 看大家知道我手上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老古董了 我婆婆说已经几十年了 现在是有钱都买不到的 我刚刚跟我婆婆已经把杨梅冰糖 都放到这个坛子里面了 现在就把它 把这个盖起来 到时候就有那个杨梅酒了 肯定这个坛子晾出来的杨梅酒 肯定很香很纯的 这个坛子都有几十年了 再加上这个盖子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了 咱们下次见 拜拜